有酒就有故事 有故事就有我 一年賣超過50萬箱 你好神喔 你 鼻子很靈敏欸你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歡迎收看李奧社長奶瓶酒 我是李奧 我是阿 有啦 我們的乾爹乾媽來囉 哇 太好了 謝謝乾爹乾媽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要拍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10月份 11月份是一個國際比賽的一個公佈獎項的時機 誰公佈呢 IWSC 國際內酒競賽 公佈了獎項 其中 跌破台灣專家眼鏡的一款酒 Matisse 21年調和威士忌 他獲得了總冠軍票 超強的 IWSC這個比賽很厲害 它分成兩輪 他第一輪比賽的時候 先要獲得金牌 然後呢 再從金牌當中 再去比賽 選一個總冠軍 我跟Matisse 21年 就是過五關 斬六將 獲得總冠軍 所以是要比兩輪的意思 對 要比兩輪啊 而且他同場較勁的 我們都知道是 白鱗潭啊 嗯嗯嗯 Johnny Walker啊 然後還有 Chivas啊 都在裡面 同場較勁 而且 他來獲得最高分 98分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說 他今年 所有的金牌一起喝 然後評審覺得 今年都沒有一個總冠軍 就會重學 而且我查了一下 我發覺一件事情 嗯 Matisse 他在2009年 一直到現在 在IWSC的這個比賽當中 他能夠獲得了十面金牌 四次的最高分榮儀 那他其實算每年都有得獎 算是年年得獎啊 台灣之光這麼厲害 你會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欸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嘛 是不是 乾貼乾貓 在國際上 其實還有幾個 比較耳熟能想要比賽 像是 MMA 賣牙狂人 還有WA 就是威士忌雜誌所舉辦的比賽 那到底 IWSC 他跟其他比賽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剛有提到 他必須要長達半年的平飲時間 第二個厲害的地方是 他酒送到的那個地方去 都會放在恆溫酒窖裡面保存 再到一個品鑑教室裡面去 然後大家開始忙你開始喝 喝完了以後 第一輪是不是會選出競盤 對 這時候呢 他從準備要進入第二輪的時候 會先送到化學分析師去分析 分析你到底有沒有添加 其他不好的物質 然後呢 你有沒有污染污染源啊 Round 2的時候 代表你的酒質是百分之百的 純正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嚴謹的一個比賽 他有四百多個評審 為什麼還多 並且人家是國際賽事啊 對 他的國際賽事 而且每天要評你六十五款酒 超級超級困難 這就是IWSZ 為什麼很多國家 很多的酒廠就紛紛的把酒送過去 就是要攪足這個位置 好我們在評語之前 我覺得我要講幾個 Matisse的小故事 因為畢竟Matisse這個品牌 是在台灣創立的品牌 但是他的酒是裝 蘇甘威士忌的酒 各位對他雖然很接近 可是卻又對他很陌生 我覺得這個盒子有點陌生耶 好像感覺有點高級 第一個小故事是什麼呢 是Matisse他其實是 創立在2002年的時候 他隔年 就因為張學友的廣告 所以大寶寶 對 一年賣超過50萬錢 創下台灣威士忌的銷售季 因為他畢竟那時候是裝蘇格蘭威士忌 他一定要派一個人在那邊 這時候台灣的公司 沒有一個人想要過去 沒有這個人才嗎 那早年從台灣到蘇格蘭去 誰願意過去 蘇格蘭天寒地凍 對不對 然後到了那邊去了以後呢 他就決定 從台灣裡面 就開始抽身死錢 就找到了一個 只有30歲的 這個人叫 胡錫 他原本在八大體系當中 就被派過去 他心裡想一件事情 反正我去只要去3年就好 我3年去就回來 過個水 就去 沒有回來過了 張學生都沒有回來嗎 有啦 疫情期間有回來過了 對 然後呢 一直在那邊 待到領到了英國護照 然後最厲害的地方是 他在前幾年的時候 也獲得了 蘇格蘭最高榮譽就是 Keeper 這個Keeper跟台灣的Keeper 不太一樣 台灣所領到的Keeper 基本上都是由 台灣的這邊的代理商去推薦 但吳啟明他是由 蘇格蘭當地的蒸餾廠 去推薦他成為Keeper 好可惹不起喔 所以為什麼 瑪蒂斯21年的酒職 會獲得評審的肯定 就是因為 吳啟明 所以 Frank這個人很厲害 他就變成了 瑪蒂斯幕後 我挑酒的一個人 除了這個小故事以外 其實還有第二個小故事 你好多故事啊 因為我就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有酒就有故事 有故事就有我 那你知道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證實 就是威士忌準備要 蓬勃發展的時候 然後酒訓雜誌在2008年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 舉辦了盲鷹活動 嗯 盲鷹比賽 那Mathis那時候有Old啊 有金牌啊 都非常厲害的 然後他也開始 積極的參與盲鷹賽事 然後酒訓雜誌 在那時候也邀請了 非常多的評審 有誰 就現在非常紅的 像林一峰啦 邀鶴成啦 裴俊啦 還有其實 還有時任那時候的這個 呃 橡木桶的現在的總經理 就是Jessica 已故的總編輯 莊元斌 然後很多 現在一線的達人 我都敲大卡 都參與那時候 也是 跌破 專家眼鏡 從很久很久以前 就開始在跌破眼鏡的品牌 82008年的時候 就已經 公佈 蛤 竟然是Mathis 是 那個調和的冠軍 蛤 竟然Mathis是最佳香氣 他們自己都覺得 不可自信 可是事實上 盲鷹 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年發生什麼事呢 有啦 請你把我們的雜誌拿出來 不是我在亂說的 這本 2008年的雜誌 真的是超古老的欸 我覺得我們公司 是只剩下這一本 那他有什麼評語 你可以說出來聽聽嗎 Mathis金牌12年蘇格蘭威士忌 他獲得了最高總體評價 林一鋒老師說呢 紙類功夫 口感強烈飽和 具有厚實而單純的美 長江說 很正統的蘇格蘭威士忌 再來是 Jessica說的 相當符合台灣人口感喜好的威士忌 接下來是 莊雲斌說的 香氣平凡 也潤液入口 整體表現相當亞洲風格 好 這就是當年的 我們2008年 那時候九星雜誌 舉辦的那個盲領競賽 然後跌破 轉掉了 從Mathis的old 然後到Mathis的金牌跟12年 然後一直到了現在的Mathis 21年 一路過關斬將 大概跌破了 四五百步也進了 所以其實消費者 你應該要去真正的 去探索自己 去試試看 拋開品牌的迷思 那配合了嗎 好 我們現在決定 進入我們的 平凝環節 好險喔 Mathis 21年 這次雖然得到了 全世界IWSC的總冠軍 但它價格其實還蠻實貴的 多少 這瓶大概2500元左右 哇 好險 好貴喔 每次油拉出手 就是5千一萬那一種 喝到我都快破產了 好香喔 很香喔 一倒出來就好香喔 它香氣非常非常的 那個愉悅對不對 嗯 柑橘 然後還有太飛糖的那個甜味 聞起來甜甜的 然後很圓潤 很淡很清香的咖啡香氣 對它有咖啡香欸 你好神喔 你鼻子很靈敏欸你 很強欸 你好誇張 那個辛香味的那個麥芽 的味道也有 比較愉悅 它沒有悶 比較屬於那個奔放性 反正就很好聞啊 對你一開瓶的時候 就馬上就聞到那個香氣 然後會香氣肆意整個這個房間的感覺 愉悅的香氣 而且好像它一直在分泌口水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盲瓶的時候 一開始這樣的香氣 就會給它很高的噴水 喔 來吧 肉桂味 然後有一些葡萄乾的感覺 它的酒挺 然後中等 這個舌頭上面跳動的那種感覺 沒有這麼厚實 像那個油脂那麼厚實的感覺 但又沒有輕 對對很剛好 對不對 剛好很中等 對 嘴巴裡面呢 它的魚雲大概也算是中 沒有到很長很長 比較有點像是恰到好處的感覺 沒有一喝很強烈 哎呦我怎麼那麼強烈 然後一喝哎呦我怎麼那麼水 沒有剛好在中等的那個位置 跳動的剛剛好 厲害喔吳起明 那你自己的感覺來 我覺得它喝起來 就是一入口的時候 好像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然後它微微的辛香 好像就是會感覺 有一種平衡感 舒服的辛香感 有回甘 我喝下去之後 我覺得舌頭上面超甜的感覺 真的有回甘欸 不是很甜 是那種很清爽舒服的甜 沒有我剛剛在抓紋 沒有抓到嗎 沒有抓到 有一種杏桃的味道 然後它有點帶點甜甜的 不膩的甜 因為它尾韻好像有一點就是 微微的酸度提起來 其實我在喝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 如果我是一個忙著 不知道要品牌 我會給它的分數到底是多少 如果給它高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平衡感 非常厲害 不行 你到底是誰 哈哈哈哈 你已經知道他是誰 好不好 就是挑酒的人就厲害了 但是各位 MATIS 21年 雖然獲得這個全球的總冠軍 艾達貝斯C 但是 這個集團裡面只有MATIS嗎 沒有不是還有12年 他們是那個兄弟姐妹 不一樣的品牌 對我跟你講吳啟銘不只挑了 MATIS 21年 他也挑了另外一盤酒 別人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你當然知道 因為你要上酒嘛對不對 上上上上 別客氣了 這一支 格蘭威爾 這個符號是 SIGMA 哇你好有學問 是不是SIGMA 應該是吧 哈哈哈 這個好 它是那個 雪立桶風格 來趕快倒酒 快點好興奮 到底它的味道是什麼 它的香氣吼 就會稍微悶一點點 然後暗色系的水果 巧克力 嗯巧克力 對 黑色的果乾 我覺得真的還滿像黑巧克力的 真的喔 對不對 好像雪立桶是不是 都是屬於這個雕像 對 有這個雕像 這一款酒的油脂很豐富 在舌頭上面那個 一層厚厚的 丹寧相當相當的強 它的那個口腔裡面的那個味道 非常強烈 但是不是酒精感的強烈喔 是它厚實的強烈 橡木桶那個辛香味 在包覆的這個整個嘴巴裡面的感覺 維韻 也是幽潮 所以這款酒 其實也調合得不錯 算是很厲害的一款酒 對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選的話 我還是會選MATIS 21 哈哈哈哈 開玩笑 就是兩個都會選 但是 這一款酒 MATIS 21 它的風格 是屬於平衡度高 它是屬於比較順口 格蘭威爾這款酒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強烈風格型的 我還蠻喜歡它的甜美度 加上它比較厚實的口感 厚實度 對 尤拉就是喜歡厚實度 尤拉喜歡的 老拋就喜歡類似比較這種 有層次感豐富的一個酒吧 格蘭威爾也是 吳啟銘 BRANK所挑選的第二個作品 多幫我們台灣挑一些好酒品來喝 對沒錯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 里奧社長來品酒的單元 介紹梁冠酒 第十二十一年 跟格蘭威爾總和系列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支持我們的油辣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給它支持鼓勵 咱們 下次見 掰掰